昨天有一段惊吓程度爆表的道路坍塌视频在网上疯传 事发地点就在雪州沙灯 那昨天下午下起了好雨 之后有一条道路突然断裂 当下的那个场景宛如是末日电影里头的情节 那有五辆汽车在事故当中坠入深坑 庆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有的民众是在道路坍塌前一刻即刻抽身 真是显过剃头啊 昨天雪州十里肯班岸的一处道路 在连绵好雨之后突然坍塌 害人的场景另有关视频在网络上疯传 视频当中可以听到有人大声的惊呼 在听见地面裂开的声音之后 有目击者马上大喊快跑快跑 接着没多久前方的地面就轰然坍塌了 目前当地受到土崩影响的17户商家 已经收到当局要求暂停营业的通知 当局也正在积极修复 估计需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完成 据了解这是当地自2017年以来 已经第二次发生道路坍塌事故 上一次的土崩事故与昨天的事发现场 只相距50米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